這後背包的女子怒氣沖沖 要找出告密者 一旁同事還不停安撫她 沒想到女子卻突然動手勒住 對方脖子 被害人遭到勒緊不停咳嗽 嫌犯卻稱自己沒有動手 更令人訝異的是 動出女子的身分 竟然是一名知名中醫師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 常常電視節目 還自稱是全臺最美中醫師 外表上形象溫柔專業 但被害人說這些全是假的 對同事動出 造成對方脖子上受傷紅腫 受害者立刻驗傷提告 其實林姓女醫師 在前僱主跟同事眼中 根本就是頭痛人物 她看診看到一半 她就突然走出診間 然後就把病人晾在診間 結果她說她跑去吃下午茶 前院長控訴 林姓醫師慣性遲到 還常常在診所亂發脾氣 就連她跟病患的關係 也大有問題 公開我的身體會出的病情跟狀況 她失去了一名就是做醫生的底線 只是因為不滿病患跟前僱主 在IG上有合作洽談 林醫師就在網路上霸凌這名病患 面對種種指控 她低調表示 這跟事實有諸多不符 近代司法機關偵查終結 之後再對外說明 但負面爭議連環報 前僱主跟病人指證立立 恐怕已經重創醫師的專業形象 近新聞招檢爾敦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